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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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刘文林 中文艺体家 在我的作品上 遇用我自己身体的消失 来质疑人类创作文明和人自身发展文明的暴动关系 在最初的时候 我在2015年 我是为了表达我的抗议 我的工作是非差 做了这样的工作 最初去的为了表达一种抗议 一种影响引起更多的人 对一家说很状态 因为创作对一种关注 就是很多观众看到我的这个作品的时候 首先会把中国的这种语境考虑进来 所以说外国人和中国人 看过的作品有些不一样 我们就觉得我们所艺术形态 在外国人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对中国的那种不在意识 可能更多会突出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很多中国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他们更深層的 他也没有能力去考虑 也没有说这种意识考虑 因为我们就有一部培养的意识 这也是我的作品 我就是希望他们 能够考虑通过我的作品 去考虑哪个环境 去考虑哪个环境 这可能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价值 可能就也不在意识 在我的这个《车子迷彩》作品这个系列里面 其实他们的那个角色 那个人们说过 是我的身体 我把我自己消失的背景里面 同时我在背景那种特定的背景 我也会选择不同的人来参与我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艺术的沟通 或者在大部分层面里的沟通 我让不是我的 就是这个普通人来参与我的作品 我觉得这本身 对他们就是一种 对艺术的一个交流 比如像夏宇春那一家 我就在他工作了几十年在这个空间里面 而且夏宇春也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就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 工作生活一辈子的这些几个人 六个人隐藏的这个背景 他们在参与我这个作品的时候 本身就体会了艺术的一种功效 艺术本身 而且能够传递的这些信息 同时看到的这些作品的这些人 也会感受到这个信息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艺术的一种 交流和我们能够达到这种 一种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共鸣这个词是什么 是一个人类发展到现在 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 我觉得共鸣是 也要有个人的表达 有自己的意志 而且是对周边世界的 所有世界的一种态度 这是我对公民的一个理解 公民参与呢 就更简单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 对人类 对整个人类事物的一种讨论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关系吧 我作为艺术家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因为这种含义在中国现在来讲比较缺乏 我作为艺术家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这方面的一种思考 就是说实话 就是说我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声音 而且引起我身边的很多人对我这种声音的一种关注 同时他说的一种不一样 正常来说同一种就不一样 我做出了我对这个词的一种阐释